开学喽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跟政策宣导大使杨宝珍 与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特别来到长兴国小迎接小一新鲜人 由于长兴国小就位在七堵火车站旁边 校方发挥创意 为每一位新生装扮成小小列车长 由副市长邱佩玲带领小朋友们敲响智慧罗 到达智慧站与聪明站 开学第一天 许多家长更是全程陪伴孩子来认识校园 副议长杨秀玲也来到长兴国小 祝福并提醒小一新生 注意上下学的交通安全 她是上入小学的第一阶段的第一天开始 想说陪她来认识一下环境 就是有点紧张 因为她们就是迈入小一 所以也期待她可以 这是成长的一步这样 期待她可以更独立 更就是长大这样 很多的 有很多一年级的新生都是我的 算是我们这个两代交情的一个小朋友啦 所以我特别来跟她们祝福一下 那今天是就是开学第一天 那修裕在这边也就是提醒我们小朋友 在这个就是上学的过程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还有就是我们父母亲也不用担心 学校老师都会很注意的 那祝福大家平平安健健康康 那看到小朋友们 我几乎问了每个小朋友都告诉我不紧张 很开心 可是看到是家长们非常的担心 我觉得家长们担心的不是学校好坏 而是担心她的小朋友在学校可不可以适应 但是我知道我校长非常用心 我相信长新国小在这边念书家长们将来会很安心也很开心 我相信在他们接下来上课可能会有点既兴奋 然后又期待都有点小紧张 但我相信在校长然后跟我们这个众多优秀的老师们的带领之下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在暑假期间其实就已经有办理相关的活动 让小一的新生呢到学校来适应环境 而且呢透过游戏当中的学习 让他们能够对于这一个长新国小的这个生态跟文化历史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能够非常熟悉 然后顺利的衔接我们的开学的生活 那我们也期待孩子们在学校里呢收获非常丰富 欢迎小一新生入学 副市长邱佩玲特别送给每位新生会图本 期许小朋友用图画记录学习历程 同时也将给新生家长的一封信赠给家长会长刘志和 让家长们了解市府所推动的重要教育政策 为基隆打造优质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